一花一世界,一夜一菩提 大家好,欢迎收看禅心 正文开始之前麻烦大家点点订阅和小铃铛 订阅是免费的哦 禅心必定会把更优质的内容分享给大家 点赞,是对我们最好的支持 南无阿弥陀佛,感谢您 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是 法师开示,学佛最容易犯的错误之 佛教中的流言蜚语 修行人千万要小心 世间上,总有关于佛教的各种传言、谣言 您曾经听说过几条 最宝贵的权益是真理 最致命的假货是邪说 所谓人言可畏 并不是要我们去躲避无理的评论 而是要学会用智慧的方式去看待流言蜚语 社会上总有些人喜欢不懂装懂的摆姿态 对道听途说的不真实情况肆意宣扬和捏造 就好比网络上很多歪曲事实的棒佛 法、僧的行为 这种无知的后果除了自己造业外 无任何作用可言 邪总是不能压正的 时间也会证明一切 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世间 关于佛教的言论到底是真实还是虚假的呢 一、佛教是迷信 迷信是对一个事物盲目、迷惘的信心 在这个时代 存在迷信的现象不足为怪 按照佛教的观点 迷信源于无名 也就是不具备智慧 而缺乏智慧者 不必说一般是奸人 即便在科学工作者中也不乏其人 比如不懂科学的真实内涵 却一味重信科学 这就是一种迷信状态 西方的一些名人 像尼采和弗洛伊德 都承认自己早年迷信过 他们所谓的迷信 并非指信仰宗教 而是在人生观上有过迷失 当然 也有人对宗教盲目相信 但这只是个别人的状态 不能代表整个宗教就成了迷信 像中国的三大主流宗教 儒教、道教、佛教 大家如果去认真了解 就会知道 他们并非迷信 只不过后来的信众 对教义媒有真正理解 或者理解有所偏差 就会出现一些属于迷信的民间行为 归根结底 是否迷信跟人的智慧密切相关 如果智慧没有达到一定高度 行为就很可能带有迷信成分 所以即便在信仰科学的时代 迷信现象也在所难免 而且不仅普通人群中有 高层次的人群中也存在 二、佛法是消极避世 提到佛教的无常观 有些人觉得是一种消极 是没有勇气面对现实 这其实是一些电影 电视里的不良信息 给人留下的错误印象 说实在的 假如一个佛教徒 对生老病死 这些人生中最大的事 比如无法医治的疾病 无法挽救的死亡等 都有面对的勇气 那对其他生活问题会怎样 我想没有他面对不了的 生活中的感情 财富、地位都是不稳定的 不论现在看上去有多快乐 无常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 并带来很多痛苦 而刻意压制、逃避 对我们没有丝毫的帮助 谁都无法真正逃离痛苦 但是如果经常思考生活的本质 我们的心会逐渐堪能 从而不再受到严重的伤害 其实,痛苦是一个很好的老师 可以在日常生活中 为我们带来宝贵的学习机会 增强我们的心力 修行人也会遇到痛苦 但修行人不会把痛苦直为实友 反而将它转为盗用 即便面对亲人去世 也不会像普通人一样脆弱不堪 三、出家是万念俱灰 顿入空门 有些人受电影、电视的影响 生活中发生变故 或者跟家人吵架 就哭喊这要出家 好像万念俱灰 走投无路的时候 就要到寺院里去 其实,内心正在忧愁痛苦中的人 佛教是不开始出家的 要观察至少四个月或者四年 等忧愁完全平复后 如果还使之出家 才能得到开许 进入僧团 这方面有严格的规定 何况 世间人对佛教的教义 传统还有各种歪曲和误解 比如 认为和尚一定要住在深山老林 与世隔绝 不能出现在城市 虽然有些出家人 人的确选择终身住山 闭关修行 但在很多佛经中 也劝导出家人前往城市 为有原众生说法施教 还有人对佛经望闻生意 提出种种质疑 佛教不是说色即是空 空即是色吗 佛教不是讲看破一切吗 您为何还要吃饭 修行呢 像这些 都是没有正确理解 佛教教义所致 佛法广博而深奥 并非一两句话就能代表全部 也并非一文解义 就能够通达其中一理 学佛罪意犯的一个错误您有吗 四 出家人是寡情决意 一位知识分子说 因为 白蛇传 他耽误了学习真理二十年 因为这部电影让他觉得法海 是一个很残忍的人 不讲情谊 不懂恩爱 而所谓的慈悲 也是在破坏家庭 所以对佛教自然有一种非常负面的看法 但经过长期研究之后他才明白 原来历史上的法海禅师病不是这样的角色 过得也并非这样的人生 原来有些电视 电影 会给人们带来负面的信息和能量 藏地著名学者跟灯群佩说过 佛教的特点 不是处处发动战争 用武力征服整个世界 而是以连蚂蚁都不杀害的行为 感动了整个世界 这种博爱 无论是谁都会叹服 一般的慈爱 仅限于人类或者有限的动物 而最高的慈爱 出世间的大悲心 不管对什么众生 人类也好 动物也好 只要他有苦乐的感受 都要去帮助 不仅范围是无限的 时间也是无限的 并不是今天帮了 明天就不帮 这样的爱可以称之为大爱 世间的爱是 你爱我 我也爱你 你不爱我 我会恨你 他有条件 而出世间的爱是 你爱我 我也爱您 您不爱我 我照样爱您 这对一般人来说 很难做到 学佛罪易犯的一个 错误您有吗 五 学佛的人又苦又穷 有人觉得佛教主张苦行 克制欲望 这根现代社会的主流思想是冲突的 但实际上 佛教并没有要求人人都去苦行 这个时代 物质的发展日新月异 佛教对此也非常赞叹 但在佛教的某些教义中 为了克制过度膨胀的欲望 仍然会教导人们修持苦行 就像教育孩子的过程中 有些父母不给他买名牌衣服 高档手机等奢侈品 而要他刻苦学习 这样长大后才有出息 同样 在佛教的皮奈耶经等小圣经典中 为了克制重大的贪欲 而提倡知足少欲 勤俭节约 乃至行持头驼行 这也是引导弟子修行的一种方便 但是到了佛教的中层教法 大圣佛教中更加倡导利益众生 作为心怀利他的大圣菩萨 如果没有对财物的贪心 即使坐拥金山银山也是允许的 所以佛教有不同层次 就像心理学有种种分支一样 不能把佛教的教义狭隘化 学佛罪易犯的一个错误您有吗 分享此视频 利人利己 功德无量 即以此功德 庄严佛净土 上报四重恩 下救三道苦 为愿见闻者 稀发菩提心 在世父贵权 往生极乐国 请常念南无阿弥陀佛 一切重罪息解脱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缠心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开启小铃铛 分享 期待您的留言与转发 南无阿弥陀佛 感恩 感谢您的观看